近日,由我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省文化演义集团承办的《中梦情文艺展演》节目在孟加拉国举行。 该节目作为孟加拉国国父,募集部诞辰100周年,继孟加拉独立50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场,广授该国官方和民众好评。 《中梦情文艺展演》时长20分钟,精选了三首管弦乐曲《沃里花》、《我和我的祖国》、《友谊第九天长》和辽宁芭蕾舞团原创的芭蕾舞剧《花木兰》经典片段。 这次演出为进一步深化中梦人文交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台报道,3月24日,在大连庄河黑岛镇总投资63.99亿元的华能庄河海上风电厂纸四托一号项目的路上疾控中心正式开工。 2021年,项目将主要进行海上风电厂主体建设施工及相关设备安装,一季度可完成投资30亿元以上。 建成后,项目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9.6亿千瓦时。 记者从省应急厅了解到,我省从3月起至年底将开展全省非煤地下矿山和伪矿库安全生产大排查, 对不能保障安全生产的企业停产整顿,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3月24日,省民族和宗教委在东北育才学校启动雷锋精神专题讲座。 雷锋团第12任团长马剑,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孙贵勤为师生们生情并茂地讲述了雷锋刻苦学习、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等感人至深的故事。 今年,省民族和宗教委将在全省20所学校举办雷锋精神专题讲座。 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近日出台辽宁省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工作方案。 方案明确,家庭、学校要为孩子合理选择搭配和烹调食物, 同时,积极引导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中小学生每天在校内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时间达到一小时以上, 保证每周至少三小时高强度身体活动。 3月25日,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在复新市复蒙县招树沟镇, 举办辽宁省春风行动专程招聘会进香镇活动。 来自省内的66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共3,500个。 涉及机械制造、陶瓷建材、食品等多个行业, 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了双向交流选择平台。 本台综合报道。